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谁谁 你不要 轻点 轻点 好了 好了 好好好 你别动别动 干嘛 这儿这儿这儿 行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动呀你 走走 进去吧 进去吧 疼疼疼疼疼疼 老板娘 你这刮痧不得法呀 我怎么不得法了 刚好我买了油 你试一下 看看还疼不疼 是是是 不疼了 不疼了 看不出来还有这一手 狗子哥 嫂子 我什么时候成你嫂子了 你都成这样了 还不是 狗子 他这肚子里的孩子又不是 翔哥的 是他男朋友的 我不开玩笑的嘛 静下说 怎么 你不是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善玉儿吗 怎么几天不见 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了呢 还女人呢 什么眼神啊 咱这里头可不是彪 是孩子 真是要恭喜你啊 这孩子他爹不会是 我可是良家妇女 这辈子只跟一个男人 不过这孩子以后生下了跟谁姓 那时候给你看户口本就是了 耶耶耶 得戏 你看就是他 好 来 上 站住站住别走 什么事啊 刚才三号楼九零二室的快递是你送的吗 对啊 哼 那就对了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找我 哦 里面也有快递要做 我们要送你去派出所 师傅真会开玩笑 送我去派出所干嘛 谁跟你开玩笑 赶紧交代 交代没有啊 那个双面胶可以吗 你装什么糊涂 一看你这个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人 师傅 你这么说话就没有道理了 你看我又没惹你 就是他 抓人我干嘛呀 你不是刚才那个客户吗 我是 你这个贼 下手倒是蛮快的 把我东西给我交出来 快 先生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手机 放在我协会上的手机 先生 你的手机我没有看见过 这根本跟我没关系啊 你还装傻是不是 我好心让你进来歇歇酒 你倒好偷我东西 先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没有看到你的手机 我更没有拿你的手机 你到底叫不叫啊 你不叫我们就送去去派出所了 到那里 我看你还嘴硬不嘴硬 不是 你们说我偷手机 你们也有证据啊 熟鸭子还嘴硬是不是 少配我 带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爸爸 你在干什么 就是一个会订员 偷了咱们家的手机 爸 你说的是这部手机吗 这 在你这 你看这 你看这 菜来啦 您的菜 翔哥 我看你啊 还是别再干那个快递了 也省得你一天到晚 在外面风吹雨淋呢 最可恨的是 还要被人家怀疑 狗子说得没错 我现在 也正做了这个事呢 像我们这样的人 上哪儿去找什么 体面的工作啊 就连红妹她爹那样的人 都瞧不起咱们 对了 多多 你和红妹怎么样了 那个老巢子 现在是坚决反对 东子和他女儿 红妹见面 别说他了别说他了 谁是我 你说这个方方吧 我们两个早就钻到一个被窝里头了 以前她哭着闹着要嫁给我 要一个夫妻名分 可是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了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现在倒好 反过来呢 我愿意了 我急着跟她结婚 她反而不愿意了 还一天到了跟我说 什么徐老师这样说那样说 一套一套的 徐老师是谁啊 不就是她现在做终点工的东家吗 行了 翔哥 你别老是问我们了 你说 你跟电视台那个女编导 发展怎么样了 说你们的车我干嘛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会经常来看你啊 对啊 她是来看月儿的 明白了 同病相怜哪 都是单亲妈妈 诶 诶 诶 翔哥 嗯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坏男人 把他害成这样的 你少胡说 我 我开个玩笑嘛 不许开她的玩笑 好了好了好了 唉 别说了别说了 这东西这东西 来 来 哥几个 让一切不顺心的事 见鬼去吧 干了 干了 来 喂喂你咋的你往前走 往前走 我回丫头 我回丫头 喂喂你咋的你 想个想个想个 等等等等等等 我要办点事 办点事 等等啊 喝了这么多 我也要开展放水 干嘛你们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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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撒尿 人家看到你那么强疼 不能这样 你还记得 他们前几年出来的一帮人 人家好像多牛啊 穿得干干净净的 而是人家习惯好 也会摊在烟缸里 都摊摊摊摊摊在摊影罐里面 这样提高 行了 就进步你知道吗 香哥 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吧 不行 我们在这儿做事 不管怎么样 不能让城里人看不起我们 不是啊香哥 这样憋憋憋 要坏事的 我也憋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 看见了没 看 还有两分钟就能到家了 跑 跑 跑回去 没水不流 坏人钱 对 骆子说的对 快跑回家 别让鸟给倒塌 你带我们干 快快快快快 好等会 总算有着陆了 狗子 怎么了怎么了 好爽啊 你们怎么早的 大半夜的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没有 我们 来来来来来 这 这 喂 红妹在 好 找红妹是吧 你等一下啊 红妹 红妹 你电话 这个菜是那边的 三号桌 喂 红妹啊 我是冬子 喂 冬子 红妹 昨天我等你半宿 怎么没出来啊 我爸爸我看得死死的 我一直在找机会呢 可是我也没办法 我问你啊 老是在你家门口出现的那个男人 开车那个 是你什么人啊 你不是真的要和他 冬子 不是他 不是 干啥呢 这 这生意都忙成这样了 你还有心打电话 你还长不长心呢 这 这 这 你带我来这干嘛 家里一大堆事了 我不是和你说了嘛 愈来的情绪 一直都没有稳定 所以我才带你来解决问题 你看 哎呀 我哪还有空看油画展呀 你先看看再说嘛 这幅画是 蓝艳琴画展 喂 好的 我马上过来 这是 明白了吧 你就自己想办法 现在电视台有事 我得先走了 你 就把我扔这里了吗 我今天 听说这里有一个画展 而办画展的人 就是玉儿的男朋友 所以我才把你叫过来 你不是翔子吗 是热心人